记者李新芳台北报道 815全台大庭电视剑建满一个月 新政院成立的电力系统总体检小组12位委员 今天首度开会会中确认将区分发电系统 燃料系统再生能源输电系统配电系统及需求面管理等6组进行讨论 为确保供电稳定 新政院政务委员小组咒集人 吴正中会中指示经济部紧速研议配合长期电源需求 规划电源开发方案 含民营电厂及需求管理等可行措施 让备用容量率可达法定15% 吴正中并要求经济部长期因着未来绿电占比提升 检讨妥适的备用容量率 新政院电力系统总体检小组 小组由吴正中担任召集人 并由中山大学电机系教授卢展能担任共同召集人 小组由美国nexent科技顾问公司副总裁刘文雄 台达电公司事业部总经理张玉明 台积电公司资深厂务处长庄子寿 前经济部能源委员会执行秘书方良级台湾科技大学电机系教授 在阳内竟然发行秘书方庄子寿